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下面 如果要实现任务的高效调度 跟资源的高效流转和使用 调度系统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公司的调度架构主要无图所示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架构里面分为两大块 一部分是离线调度 一部分是在线调度 离线调度系统主要是基于 我们的亚运系统实现 在线调度主要是基于Coponetis实现 在离线调度系统里面主要有两个组件 一个是RM 一个是NM 分别负责集群里面的资源管理任务调度 和单节点上面的容器管理 那公司内部也针对公司的长久 在这个验试下面做了很多的优化的工作 那在线调度系统主要是依据Coponetis 也做了一些优化工作 来适应公司内庞大的规模 那为了提高公司内整体的资源利用率 我们也做了一些混合的探索 混合的探索里面其实核心的思路 就是我们会在一些在线的机器上 比较同时部署Coponetis和NM 两个A进的服务 这样当在线节点资源比较空闲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时把资源出让给离线服务来使用 以此能够使得整个数据中心的资源利用率 得到比较有效的提高 但是这一整套系统随着我们业务规模的不断发展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两套雕度系统 其实是属于两套系统是比较割裂的 因为在资源内部我们在一些重大的活动场景 需要进行一些再离线资源的转换 比如说像春节双十一时期 这个时候在线需要非常多的资源 我们就需要把一部分的离线资源转换过去 供在线有使用 在这套系统里面我们的运用负担是非常繁重的 并且转换周期非常长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资源池是不同一的 就相当于我们在线调度系统管理 在线的机器离线调度系统管理离线的机器 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体的资源利用率不是很高 资源利用的效率也不是很高 并且我们虽然使用了混布的技术 但是目前值在部分节点上面 布了一些理线的agent 所以这个资源利用率还有比较大的提高空间 此外像配合管控机器运维等都没办法复用 最后是大数据作业无法享受到余研生带来的各种好处 例如强制化的容器化能力 可定制的网络存储的能力 便捷的运用的能力等等 那基于这些通点我们的核心需求 一方面就是希望在重大的活动场景 例如春节双十一 我们的再离线资源能够实现高效灵活的相互转换 那第二块就是整个水中心的利用率 需要得到更全面充分的提升 进一步将满增效 最后就是实现再离线资源的真正共持 实现扩大管控 我们的底层的调度 底层的任务运行 还有机器运维的统一 那基于这些诉求 其实我们有了一些探索 就是一种方式 我们的离线大数据任务的能不能 直接迁移原生 这种方式呢 其实就需要我们各个计算引擎 例如 Spark 公布的资源管控制的能力 作业级别的调度策略 我们 传统的那个 默认调度器呢 其实调度吞吐是相对较低的 对于大数据系统来说呢 还是 还是 都满足的 第三块就是我们生产环境的作业非常多 每天运行的作业数是百分量级 那如何将 亚安之前运行在亚安架构下面的任务呢 评划迁移到这个 原生系统 其实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基于上面的思考呢 其实我们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解决方案 就是 基于原生的亚安解决方案 名字叫索德西亚 它呢 百分之百兼容 哈多普亚安的协议 原来在哈多普生态下面 运行的离线任务 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就可以 运行在我们的语言生系统上面 那使得呢 再离线资源可以 高效灵活的转换 分时服用 集训整体资源利用率 得到充分的牺牲 那接着呢 就是具体的解决方案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整体架构 那在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不同的颜色 可以分为不同的模块 然后最上面 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 各种计算引擎 和用户的代码部分 然后蓝色部分 就是我们具体的方案 相关的一些组件 那黄色部分呢 就是原生系统 自身的一些组件 那在蓝色部分呢 其实主要是 中间这一层 中间这一层呢 是Resource Manager 我们对原来 亚安Resource Manager 里面做了一些功能丰富 主要是呢 增加了三个服务 第一个呢 是这个 ZKD3State Store Service 之前在亚安场景下面 集群里面的数据呢 是持久化在ZK里面的 那通过这个服务之后 我们可以将 集群里面的那个信息 持久化到APS Server里面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Remote Schedule Service 那这个服务里面 其实维护了 维护了这个集群里面 所有任务的这个资源请求 并且能够进行这个资源请求 跟我们COVID-19生态里面 POD相关的这些转换 那第三个组件呢 是Remote Corporate Service 通过这个服务呢 我们可以将 我们可以将这个容器 启动操作呢 由底层这个COVID-19来执行 那还有就是最下层 有一个JEO Scheduler 因为COVID-19里面 默认的调度器呢 其实不太适合我们 大数据类型的任务的这个调度 无论是从一些特性 还有就是一些调度性的方面 所以呢我们实现了 JEO Scheduler 这个 Scheduler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些功能丰富 就是里面包含了 亚安的一些功能 其实我们也采纳了一些 那个Combinities里面 调度器里面的一些思想 那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Big Data Plug-in 我们知道在传统亚安 任务运行的时候 它底层其实是有些服务的 比如说我们的Spark任务 需要一些Shuffle服务 需要一些Localization服务 还有一些Log服务 那这些呢 我们都通过Big Data Plug-in的方式 通过Deep Set的方式 部署在集群里面 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补气源 原生系统的一些软板 那在整套系统里面呢 其实主要特征就是 第一部分我们保留了 亚安原有的功能 在这部分里面 其实是兼容原来Code协议的 Code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那对于原来的全线管理 AM的管理 扩大管理 都是保留的 然后新增了远程调度的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里面是 就是兼容AM协议的 然后它主要就是 负责将原来 在亚安上面的 Resource Request的请求 转化成TOD 然后待 调度器 调度完成之后 再转化成 亚安生态的Container 来进行运行 那第三部分就是 我们新增了 这个远程的单机服务 这个单机服务呢 其实是兼容了原来 NAM的协议 它主要负责管理我们单机上的插件 来提供 Localization Shaft 或者是监控等一些功能 那最后呢 是我们的数据持久化 可以切换到WTCD 它里面主要包括 我们集训远数据信息的一些持久化 还有就是包括对立信息 任务信息的一些持久化 那从右图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其实任务提交的一个流程 就是当我们向集训里面提交一个任务 比如说我们提交一个Spark任务的时候 那提交到这个Resource Manager Resource Manager 首先呢会创建一个APP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就划到APS Server里面 接着呢 Imm会向APS Server里面来创建一个AM的POD 等待这个远端的调度 那等到这个AMPOD的调度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Resource Manager 会及时的握持到这个调度的POD 然后进行一些转化的操作 并进行一些处置化的操作 那然后再把这个POD的信息呢 再派出到APS Server里面 派出到APS Server之后 Cooklet呢 握持到这个带启动的POD之后 就会进行后续的启动操作 那启动完成之后呢 我们一个任务的AM就启动起来了 当AM启动起来之后呢 后续AM就会跟这个Resource Manager 来保持心跳 那通过心跳来发送具体的资源请求 当Resource Manager收到这些请求之后呢 会将这些请求呢 按照一定的策略来创建 我们具体的这个POD 或者POD Group 再写入到APS Server里面 那写入到APS Server之后呢 调度器呢 也会及时的握持到这些带调度的POD 按照一定的策略来进行调度 调度完成之后呢 那AM握持到这些已经调度的完美的POD之后呢 会及一些转化的操作 转化成Hadoop 生态下能够识别的这个comment对象 然后再返回给这个AM AM就是这个Spark里面的Application Master 那AM收到这些请求之后呢 也会做一些那个出发准备的操作 然后准备完成之后呢 它会进行这个具体的容器的启动的请求 它这个请求会发给Resource Manager 发给Resource Manager之后呢 Resource Manager里面的这个Remote Cooplet Service 然后呢 首先会对这个请求里面的一些信息 做一些这个拆分 然后在丰富的这个Code对象里面 丰富完成之后呢 再把这个Code patch到APS Server里面 那APS Server呢 当底层的Coplet握持到这种类型的Code之后 就会进行后续的一个启动操作 那等到Coplet把这个Code的启动完成之后 相当于这个任务就已经起起来了 就可以正常的进行效果的数据处理操作 这是整个流转的情况 那里边其实有两个服务比较重要 第一个呢 就是Remote Schedule Service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Remote Cooplet Service 那Remote Schedule Service 它内部的一个架工呢 如YouTube所示 主要也分为几层 首先第一部分呢 是Quotas的管控 在Quotas里面呢 我们支持了原来亚安 也有的这种FairShare的一些计算逻辑 那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擴大管控室 其实我们增加了一种类型的这个资源的支持 就是我们可以支持两种类型的资源 一种呢 是Garantee的 这种资源呢 就是使用这种资源的容器呢 是不可被抢占的 那另外一种呢 是Best Effort的资源 这种资源呢 其实是机群里面超发的资源 那这部分资源呢 可能会被抢占 那一个队列里面 会同时支持两种类型的资源 不同的任务 可以配置使用不同的资源类型 那在具体进行调度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一些那个排序策略 来进行对立间 或者对立内任务的这个排序 排完序之后呢 来选择一个任务进行具体的调度 那中间这个Allocate Service 这一层呢 主要有四个字的服务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会将这个任务发布来资源请求 转化成对应的POD 写入到APS Server 那第二部分呢 是Convert POD to Content Service 这个呢 就是我们收到 远端调度器 调度完成的POD之后 我们会进行一些转化的操作 转化成呢 Hadoop亚安生态下面 能够使用的可能的对象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会 更新这个POD的对象 因为在原来亚安系统里面 它其实通过 事件驱动的方式 来 来更新这个 容器的状态 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有一个单独的服务 不断地握起 这个POD的状态的变化 并及时通知到相应的组件 最后呢 一个就是 当容器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及时将 APS Server里面 存储的POD对象 删除掉 这是 这个服务 那另外一个 Remote Cooplight Service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 其实通过这个服务呢 它实现了NM的所有接口 相当于 我们可以把 容器运行使管理的能力的 平滑下沉到底层的 这个Coplight服务 那这里边呢 其实 有两个子的服务 第一个服务呢 是这个PatchPOD Server 这个呢 主要就是 当我们收到 这个AM的 垃圾请求之后 我们会将 这个请求里面的一些信息 如这个容器 启动所需要的 因为 然后HDFS 里面的一些资源列表 等等的这些信息 丰富到 这个POD的对象里面 丰富完之后 再patch到APS Server 那接着呢 下层的Coplight 握持到 这个POD之后 就会进行后期的操作 那首先 比如说 它会从这个 远端的ADFS里面 Localization 一些架包 Localization 完了之后呢 会进行具体的 容器进行的启动 启动完成之后呢 会把这些状态呢 写入APS Server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服务呢 会及时的从APS Server里面 握持到相关的状态 并同步给这个AM对象 那下边 右下角的地方 是一些 那个Big Data的Plugin 这里边就主要是 补齐了 原来 在EI上面的一些功能 主要包括这种 日制服务 Suffle服务 然后我们的Mastery服务 还有一些Webshell的功能 这些 Big DataPlugin 是通过GPSet的方式 来部署的 能够很方便的 在机群里面 进行一些运营的操作 然后对于 加油Schedule里面 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能 丰富 首先是我们新增了 这个对立和作业的概念 因为在KPS里面 其实它是 没有这种 对立和作业的概念的 然后 有了对立和作业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管理 这个集群里面的 大数据的作业和对立 那同时在对立间 还有对立内 我们自己的分配的时候 也可以支持多种的排序策略 来应对不同的这个 使用场景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对立间 和对立内 以及任务内 我们也支持多种抢占策略 当资源不足的时候 能够及时驱逐 及时的抢占一些 那个低优的这个容器 保证高有容器的这个运行 同时呢 具有强大的拖制放置能力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里面 也实现了非常多的那个 那个约束 就是我们在创建POD的时候呢 可以定制化的配置这个约束 然后在调度的时候呢 会根据这些约束来 选择一个最优的节点性放置 另外呢 还是有极高的这个调度分数 能够达到2K每秒 这样的2KPOD的每秒 这样的一个速度 其实能够满足 大部分那个大数据长久的 这个调度昆吐的 然后再加Agent方面呢 其实它主要做的是单机的隔离 和一些ICL的保证 然后呢 Agent方面 其实会把这个单机上面的一些资源情况 及时的进行这个上报 然后隔离方面 我们也做了这个多维度的单机隔离的增强 包括那个CPU内存 网络带宽 都有相应的增强 然后如果这个系统里面有在线服务运行的时候 也支持这个在线ICL的保证机制 当发现这个在线业务受到影响之后 我们会及时的将这个节点上的离线容器去除掉 那这个就是Gioschedule了 那接着呢 就是因为我们线上每天运行的任务呢 是百万量级的 不可能就是 一下子就把从原来的一个架构切换为另外一个架构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我们需要一种平滑迁移的方式 能够不断的将线上的任务 平滑五感的迁移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 那这个图里面就是左侧就是我们原来亚安架构的极群 那右侧呢 是我们Service亚安架构的极群 它的一个核心思想呢 就是我们会在新老极群里面保留一个同名的对比 那对于用户使用来说 用户的代码不需要改动 因为用户的配置的对比信息是不用改动的 那上层呢 是workflow 这个就是用户提交任务的一个平台 那在这样一个平滑迁移的过程中呢 首先就是当用户的任务呢 他首先会提交到我们的一个RESTLEAK的服务里面 这个RESTLEAK服务里面 其实维护了我们一个数据中心里面所有集群的信息 那当提交给RESTLEAK之后 RESTLEAK会根据一些对用的策略 会决定的将这个任务呢 分发到原来的亚安架构 还是分发到这个新的Service亚安架构的这个集群上面 那底层呢 我们有一个automigration 这个服务呢 其实就是来做这个底层机器搬迁的 我们会不断的把老集群的机器呢 搬迁到这个新的集群里面 搬迁完成之后呢 我们也会及时的更新这个 扩大平台里面的这个扩大信息 那这个扩大信息 也会及时的在 在 在两边的队列里面进行体现 就相当于呢 我们老集群队列里面的 是会不断缩小的 然后新集群里面的 是会不断增加的 然后RESTLEAK就会 也会辅助的参考这些 扩大信息来进行这个任务的路由 那随着底层机器的不断搬迁 那我们原集群的这个机器 也不断减少 原集群队列里面的扩大也会不断的减少 那我们新提要的任务呢 就会不断的 路由到我们的新的SERVC 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这个平滑五感的迁移 那最后一部分呢 是我们在生产上面的一些实践 首先呢 在生产上面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也做了一些这个 优化 第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 那个 resource management 其实涉及到一些切除的操作 例如说呢 我们需要进行升级 或者说到RM节点 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RM节点切入的操作 那之前的recarry阶段呢 因为是为了考虑数据移植性的问题 我们采用同步的回复方式 发现那个切入时间是比较长的 我们通过一步的方式 来进行了一些优化 将这个切入时间的降低到秒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跟APSF的交互 之前呢 我们创建POD的时候 也是也是同步的创建的 调度存储是比较低的 我们通过一步多线程的优化呢 可以将这个POD的调度存储 提高到 端到端的调度存储 可以提高到这个2K每秒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POD内部 也做了一些散电化的优化 来助理这个底层的写存数的延迟 也下降了100倍 同时呢 跟APSF交互里面 我们也优化了一些参数 能够应对一些 应对一些异常的场景 例如说 支持指数必要的同事 还有就是我们List的时候 增加一些参数 来避免这个底层的缓存集穿 还有就是 解决了一些内存拷贝 可以造成OM的问题 然后运行时呢 也做了一些优化 例如说 因为对于我们大数据任务来说 它的AM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AM 其实是管理着整个任务 它并且负责这个任务的资源申请 所以我们AM容器呢 是运行在一些单独 高有保证的一些资源池里面 保证的AM是稳定运行的 独立线机器 不可抢占的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提高我们任务的运行稳定性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支持这个 镜像本体化的约数 能够快速的将这个容器拉起起来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支持这种双站节点和V6节点 在单机器里面混泡 因为随着这个V6节点不断的进入 通过这种方式呢 其实可以大的简化我们 机器里面的一些运行操作 还有就是我们 杀货的数据呢 我们支持写这个运程盘 避免打爆这个本地磁盘 带来一些异常的问题 最后呢 是我们大量引入了这种SSD和NM1的磁盘 来加速这个作业的运行 那上线之后呢 上线之后呢 其实主要收益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高效资源的切换 这个系统上线之后呢 实现了26123年元代和春节 50万核核心离线资源分钟级的出来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利用率的提升 就是NM和周边单机组件的下线呢 其实带来单机2%的利用率的提升 再离线资源统一呢 通过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现在只能实现了 再线和离线 再线和离线的统一 再离线的资源现在是雪梁共识的 然后我们的科大管控调度运行和底层的继续运维 都是完全统一的 最后呢是运线效率的提升 我们现在的RM和Big Data Plugin 都是通过容器化方式来进行部署的 极大提高了我们这个线上的运线效率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有问题吗 OK 说吧 其实我们公司内在很早的运线场景下面就是多些分离的 就是 其实你可以考虑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本地性的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数据是 独立存储在EDFS里面 我们的亚安呢 跟EDFS之间是存在分离的 是相互不依赖的 对 所以就没有那个 那个本地性的一些问题 嗯